中文字幕志愿者 都已经79岁了 真的是有可能 于是好多网友都在这个新闻下面留言 纷纷的扼腕叹息 然而不久之后 突然跟有人爆炸说 这个消息是个谣言 多名狗亲自罢了一个公告 多名狗说 感谢大家对我的慰问 我在家里目前很健康 大家一看 哇乌龙啊 到底怎么回事呢 有记者就叹息说 这个多名狗 非那个多名狗 斯多名狗非比多名狗 这个多名狗是菲律宾的一名演员 今年才68岁 因为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这会儿大家都明白了 这是一个菲律宾的演员 两个人是重名 所以说 如果说真的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大家应该做到不信谣 不传谣 我们还祝愿老歌唱家多名狗 继续身体健康 给我们奉献更好的歌曲 好 我是大嘴 如果喜欢我的话 就关注一下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